恩典的说话基本上是白白,给我们的,是一种祝福的,帮助的,就是恩典 恩典的说话,神恩典的说话就是神爱我们,神祝福我们,提升我们 神会圣经都充满了恩典的说话 另外就是律法的说话,律法的说话不一定是令人不舒服的 我们要分清这一点,律法也是好的,因为神也是创造律法,律法本身是好的 律法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做什么?譬如爱人如己,叫我们爱人如己,为人祈祷祝福 就算叫我们信靠神,都是我们做的,我们信靠神,我们依靠神,我们看圣经,我们祈祷 这都是叫我们做的,这是对的,不过问题就是人可以用律法的说话用错了 譬如要来指控,你没有看圣经,你没有祈祷,你没有依靠神 那就变成了指控 我们尽量用正面,正面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 这样就好些了,祈祷就好像叫人家 我们一起依靠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力了 加上恩典会更好些 加上恩典会更好些 神已经爱我们了,我们一祈祷就一定会听我们祈祷 那么律法的说话就不同了 这个分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应用在日常生活 先说恩典,神很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信靠祂,亲近祂,祂一定会祝福我们 这是恩典,所以是恩典和律法可以交替的 律法何时会令人不舒服呢? 就是,哎呀,我又没有祈祷了 你又没有祈祷了,你又没有做什么 这类说话我们尽量不要说,尽量用正面说 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可以以教神 我们亲近神,神就祝福我们,神很喜悦 先说恩典,神喜悦我们,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祈祷,祂一定会听我们祈祷 那就是用了恩典来鼓励 对人一样的,恩典的说话 当然人对人就没有那些神的恩典 例如说,我很关心你,也是恩典 我很看重你,我很想念你,这些都是恩典的说话 我很紧张你的,紧张也有两个似乎 而是,我关心你的那种紧张 正面 另一种是,紧张过头的那些 过农,紧张到闹闹那些 就不好,如果说正面那些,紧张也是可以好的 这些是恩典的说话 人们一样会说的,人多数都是说恩典的 快点做什么,快点吃饭吧 吃饭其实包括两个东西 第一,我煮了饭给你吃,这是恩典 你吃饭吧,这两句说话有点不同 你说,我们要分清,为何要分清呢? 分清我们知道给我们什么是好的东西 我煮了饭给你吃,我煮了你喜欢吃的菜 这是恩典的律法 恩典 恩典,我煮了好吃的给你吃,我给你 我给你,送给你 你快点来吃饭吧,这句说话是你叫做的 不过含有恩典,为什么含有恩典呢? 譬如,那人饿了十天,快点来吃饭吧 那些是恩典,他很想吃 但如果小孩也不想吃饭,快点来吃饭吧 他觉得你是律法 因为他不想吃饭,你经常叫他吃饭吧 就是命令的做 所以看我们怎样说法和心态 但是,一样东西是正面,我们可以转去做负典 这个是不好的,我叫你不要这样做的 你经常都不吃饭,经常都不吃饭 有些父母也会这样说 他又给他吃饭,经常都不听话,经常都不吃饭 这就变成了一种律法 但是你说,我关心你,我想你健康 所以我为你预备这么好的食饭,对你好的 这个是不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但是我们要分清恩典和律法的说法 为什么呢? 我们出口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出恩典还是律法 我们要分清 叫人做事不是错的 不是一定错的,快点来帮忙吧 不错的 不过你说,你也不来帮忙 把律法变成指责性就错了 我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要加这些负面的说法 你这么坏的,你不听话的 你经常叫你叫你都不做的 这些就是负面的 我们知道就不是说这些了 其实叫人家轻松一点 也可以有两种传递 一个传递就是说轻松一点,不要紧的 不用担心的 这个可以是恩典 但你也可以说,你不够轻松 你轻松一点,就可以成为压力 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整体的传递 这个是人的传递 或者有时候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人很多时候的说话对自己 未必好? 说什么说话呢? 譬如,我还是做得不好 所以我失败了 我也是失败者 经常这样说 你听得多 凡是负面的说话 听得多 人就会开始 情绪就会低落 人就不健康 我怎么保持我每天都起落平安 我留意什么是恩典的说话 什么是律法的说话 我每天都跟自己说恩典的说话 但我都一样叫自己做事 但我叫自己做事 我不会像是律法的方式 你今天又未做事了 我不会这么说 我现在去做事了 去帮人 就是用正面的方式去看 我首先要给自己一些好东西 不要给自己 经常说自己没有做 又失败了 上次帮人又帮人 我们有时候讲到 牧师讲到 我自己是牧师讲到 有时候 明明想这么说 又没有说到 说完才是想的 应该说的 这个又是给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说完 可能很多好的 但肯定是数到一些不够好的 我们周时都会这样 就是对人都会 说话又会说 你不好的东西 是的 你今次做得挺好的 不过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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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开始不喜欢了 那我们要分辨到 首先我们要对自己 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分辨到什么是好东西 分辨到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的东西 分辨到人的东西 那人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受到不好的东西 分辨到 还有呢 有时感觉 人家说好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他变成坏东西 那是怎样呢 比如说 读书吧 那有时我们就 我经常读书 你都看不到我读书 你又叫我读书 即是你看不到我 即是说我懒 即是我们就加了这一句 你说我懒 但其实他没有说的 他只是读书 这个反蛇 心里面的状态反蛇 是的 我儿子经常都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没有说那句话 然后他就说 妈妈你这样 即是叫我要读书 即是说我平时懒 我都没有说到 我也是 我女儿说 妈妈 我不是读了书 即是你嫌我读得不够 是的 我要一直在那儿读书 一直在那儿读书 是的 你是不是想我一直在那儿读书 是的 不停地读书 这个就是他 心理反蛇很强烈 是的 这个就是加 他因为受落了很多东西 但这件事有时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 有时可能以我叫他读得太多 有个片段进入了他的心里 是的 记忆班长 我只是叫他 女儿你读了书没有 只问他你读了书没有 即是你现在说要我读书 我读了这么久都不教 还要读了 是的 是的 所以人最喜欢受落就是赞赏 提醒就要很小心 就要少点说 提醒也可以有负面的 我们也可以引导他 就是引导他 就是说 其实我心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即都告诉他 我正式我真的欣赏你的 我有什么体重你的 我告诉他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你不要读 看不到你多 不是 不一定是看不到你读 总之 就是不得 关心他 对 我想关心你 你读得如何 会不会舒服些 然后他就会起饭 即是说我不够了 即是经常要读 即是扁起你 所以我们有时都解释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提醒你 一提醒不是错的 圣经也有说 读习 始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这些都是有指责 或者是教导的 不是不说 不过我们要适合说 因为有时 人呢 就会有一个本身有了的 潜意识 当人一说话 立即就会 反弹 立即会加上一些 加上一些负面的记忆 另外呢 就是别人对外说话 我们又会加上一些负面的记忆 例如这样 例如我们做一件事 领敬拜 或者是分享 然后呢 那些人呢 就 有些提醒 我们很容易做的 我真的做得很坏 真的做得不够好 真的做得不够好 可能我们十样东西 有些东西 他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敏感了 那我们又分析一下 我是不是敏感了 我们敏感了 敏感了 敏感了 那些人呢 有时出了好意 圣经也有说到 就是说 劝道 其实比很多的良言 更加对我们有益主 那 弟兄的指责 其实比很多人的良言 但是我们人是很难受落 我们又教自己去受落 这个其实是提醒我的方法 我受落 就不用受影响了 这样的时候 有人跟我们说正面说话 都不会变为负面的说话 这件事实际上 就是这个说话的影响力 实际上我们很难去明白 和处理得好 处理得好 能够不受人影响 而能够说正面说话 实在是不容易 但首先我们自己也学到 就是有人说些什么说话 那些说话可能有不同的级数 第一个级数就是 你继续努力 这句说话也挺好的 不过有些人都会想 你只是说我不够努力 我已经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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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水平不好 就是我的水平 例如你上来继续努力了 他说你继续努力了 他可能的意思就是 你都在努力了 你继续努力了 可能是一个欣赏的美定 但我们就很敏感了 就是说我不够努力 我们就会变成 将他有一句 就是我们的几个级数 本来这句算是最轻的界名 但我们又将它变成重的界名 如果重的我更加重 如何更加重呢 你真衰了 哇 我衰得怎么样 他这样说我 真是衰得不得了 他衰了 我就要将他加多几次重 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 那我们呢 如何将它化解呢 方法就是这样 他说继续努力 多谢主 他提醒我 他也看见我努力 我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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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祝福更多人 就是用一个正面看 每个人都要努力 我都未完美 我学习了学习 即是不可能负面你 是的 尽量要正面 他也是提醒我 是的 他也是出于好意 他也是看重我 这样 那我就很开心 是的 那就正面了 譬如有个人他说一些说话 就是 下一级先提醒 我对你有个提意好吗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 我给你一个提意好不好 先问了人 他人说好 那你先说 那会好一些 如果有个人真的这么好 跟我们说 我给你一个提意好不好 那你就好 他就告诉你 但是呢 我们的心总是有些不舒服的 是的 那我们就要学去接受了 为什么接受 多谢主 他给我提醒 是提醒我的 这是我特意的 我特意去做的 因为我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常常留意到任何正面负面呢 因为我尽量保持在喜乐的状态 所以有点这么多人不开心 我立刻留意到 我留意到 为什么我不开心呢 因为他给我提意 他给我提意是给我好的 为什么我要不开心呢 因为我的自我被踩下了 那我就告诉自己 好了 他给我提意 那我试着接受他的提意 而不需要不开心的 那给我的提意最多的是我太太 因为他接触我多 但是他出于好意 那我就出于好意接受他 多谢你 就是出于好意 我会努力 那他又会说很开心 他听到我这么说 他就会很开心 他只要说 我努力就可以了 你留意就可以了 他也跟我说过 他很正面 他不会说 他要磨磨到你一种东西才会满足 他一点也不是的 他只是传递了 传递了 我会知道我会留意 他就会很开心 那他就会很开心 那些上司不是这样的 那些上司是 追着你不放 然后扯到你 你要说到自己好像低能 什么都说 好 那他才会放手 好的 那这件事呢 你也都可以 一方面我们就学我们处理 不给他影响 第二呢 我们都可以跟上司沟通 你说 当你刚刚提醒我 其实我很明白 我很接受 我很多谢 我有一个沟通方式提议 譬如说 当我说 我接受 我会留意 我希望你接受 这样的时候 你说接受 我接受你 我欢迎你 会这样提议 我就会很轻松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这样的方式沟通呢 就是 即是 即是告诉对方 我会接受他的意见 即是他的提议 是 以至我跟他 即是 那个方向一致 那他就会好些了 即是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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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那意思是 当你一说我接受了 我会留意 那你就接受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 好 你接受我就放心了 即是 譬如说一类这样的说话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很大安慰 你可以跟他沟通 但牧师 这个是很正面的 但如果真的他的意见 是接受不了呢 或者他的意见 真的他觉得 那我应该用什么语气 跟他沟通 那这个呢 亦都是看你和上司的关系 那我 以往我都试过 因为我们试过 我会和一些借用 或者是和那些教会合作 做中文工作 那我就会 即我人就傾向于坦白的 那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 我在这件事上 这件事我不能否同意 我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又看到你的看法 我又看到我的看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共存呢 那我会和他沟通 共存是好的 是的 大家共存 你有你的看法 是不是很难的 共存 是很难的 就是我没有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有时觉得就是 就是我会和上司说 我都会 你的犯法 其实是否合作呢 我有时 你这样问的 是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做不到 但是他觉得 这个是正好 那我就说 我试试去做 做完之后 他就会给一个留言 我就说 其实你应该去做的 你不用说话了 但是我就说 不是 我不说话 我沟通不了 我不知道你想我怎么 那我就继续问他 他又不想回答我 那就沟通不了 所以你说这个共存 我就觉得好 就是 现在就学一样东西 就是说 对自己接受 不要紧 两个意见 是的 那他给一些空间 自己去学 给一些中间 他去 又会体验一下我 多些 是 是 但是你共存他 他不共存你 你要接受 都尝试接受 是的 是的 你共存他 他未必共存你 你这样想 他未必如你这样想 愿意去受你 但是我再想一步 我很辛苦 我常常放弃 就是不用想他接不接受 我只是给他 你这样说 我就试了 那我就要放下他的想法 如果我要想起他的想法 我会很辛苦 因为其实他不会想起我的做法 是的 那我想起他的做法 我会背起他的份 是的 是 他是这样的 这个是看你和那个人的关系 关系 你觉得可以沟通到的 你不是和他沟通 就是说 我希望可以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像我这样 我都和人沟通 我是对于有问题的人 我倾向于是接纳多些的 我是倾向于给他机会 而且我倾向于相信 如果离得我们的课程 或者离得一个群体 一个基督的群体 都是他有心想进步 即是他可能没有进步 但他也不是出于恶意 他不是故意去拆 拆档 他不是故意去破坏 但他可能不懂怎么做 我倾向于会告诉他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样会比较好 我倾向于这样 但有时 有些人未必和我一色一样的看法 我会说 OK 你接受我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不过我们都找一个 做这些的时候 无论什么方法 都是让人不要觉得被拒绝 有些人会多些指责 如果我是指责 我也有一堂说过 指责不要让人觉得被踩低 令到他觉得没用 我们可以指责 不过指责是用什么的语气 肯定每一个人不同 我不能令到人和我一色一样 但我觉得我会留意他的感觉 因为这件事 反而给我的机会更加去帮助人 但我都会说 可能你们有些跟我有些不同 但我们都接受我们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以前和那些牧师合作 我们就谈得很好 因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信念 就是相信他也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基本上我们不是想拆当 不是想拆对方的当 我真的常常表达 都是想令对方好的 令整个教会好的 所以有些事情的做法不同 我说出来 这个看法不同 做法不同 但我们的目的都一样 我们都可以共存 我觉得谈是谈得到的 有时有些地方我会让步 有时有些地方他会让步 就是看一个好的合作的关系 但有时有些人就不是 总是觉得人家那些是错的 而且我要做到他改为止 他不肯听我的话 即是他不信服 总是用命子 是的 因为其实信服 最重要的信服的是神 人我们也信服的 但人的信服是有限度的 譬如有个上司叫你 整天都是做一些没什么果效的东西 那你是一个传道 但你整天都要做一些没什么果效的东西 但你觉得有些东西更加有果效的 或者你更加帮到人的 那时我们是可以沟通的 即是这个沟通 即不是一定要跟着他的意思 即是信服不是说 他说什么我就全会做什么 但如果他真的是你的上司 他指示你要做 那我就做了 除非他指示你说谎 那我就绝对一定不会入目 但如果他说方法 他说你试试我的方法 那我就试试 但是刺激我都不行的时候 那我就会跟他沟通 即是我说我就是我 这个不是我的方法 即是 表达了 是 我表达了 表达出来 好了 那我们先回到原委 就是我们给些什么自己 无论人说或者自己说 我们总是很容易加上一些 负面的说话 你真衰啊你没用啊 你亦失望啊你没用啊 你亦没用啊 这类的说话 我们一分辨到 我们就不要加强了 我们就马上用神的说话 神说我有用 我是很有贵的 我有重要性的 即是让我们的内心 是受的全是正面 这个是我很留意的 我怎样留意呢 譬如有一個人跟我說一些不好的事 例如批評、指責或有些事情他覺得我做得不好 我會聽到之後我會盡量留意 如果他批評我,我會說我可以改善 改善會更好,我就會用回正面 我總是要結果正面 我不會說處理完後結果很慘,情況很差,不行了 被人看小,人家不認同我 我永遠不會用負面的結果收場 我永遠一定要把思想調教到正面 然後向前去 為什麼呢?如果我留在負面的感覺 負面的思想,我一定會受傷害 你總是有些少受傷害 我就會盡快出來 我經歷聖靈之後很刻意做這件事 已經做習慣了很多年 所以我就很留意到 什麼時候有什麼負面的說話 我已經立即留意到 我就立即不受落 我會決意這句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這是我處理的很重要的方法 其實神都給了我很多年 就是不斷聽很多負面的說話 我聽完後 我又告訴自己 神愛我,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計劃 以靠耶和華的必不羞愧 這句說話是給我很大安慰的 以及以靠耶和華的 仰望的,等候耶和華的必不羞愧 另外就是 所求於管家 是用他忠心 我忠心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這麼不開心 我總是 我有做到的 我總是會欣賞自己 我沒有做的 我就說 好了,我努力去做 我會有些事情 令自己 開心的、正面的事情 譬如 感謝神 神在我身上做了這件事 感謝神 可以祈禱享受神 哈利路耶 我每天都有很多這些事情 首先就是恩典的祈禱 耶穌愛我 多謝耶穌 耶穌陪著我 哈利路耶 神又希望我祝福人 每天總是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在我裡面 所以我裡面是 盡多是正面的 譬如有些人 有些人跟我說一些 說話 那人說你什麼什麼 我會怎樣回答他 我會看他說什麼 我會說 對不起,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些人都跟我說 課程有些人有這樣的問題 我會說 多謝你提醒我 多謝你提醒我 然後我就會在想 這件事 可能是這樣的 有時候課程都顧不了這麼多事情 這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跟自己說 有些人說 課程有些人不行 死了 即是 哎呀,第二天 怎麼辦呢 就會很慘 很慘 但我說 OK,有 我就嘗試想處理方法 有些可以處理到 有些是 我處理不到的 有些不是我的 有些是有人 我在課程對人說負面說話 我管不了 我管不了 我怎麼能夠知道 誰跟誰說話呢 有些我就說 OK,這件事我只能夠放手 我就放手了 那我就說 耶穌也有很多人得幫助 繼續來 那就可以了 我會盡量用正面的結局 如果有些什麼改善 我就會留意 人提醒了 我就會留意 我希望大家都用這個正面 每天都給自己正面 就是給自己好東西 但不是縱壞自己 縱壞自己是怎樣呢 明明做壞 都是說 哎呀,我做得很好 繼續是壞下去 是繼續做好的 改善的 那我改善 就算改善些少 已經是好的 那就正面給自己 我的心態 就是覺得很重要 而我發覺 我去到很多地方去教導 發覺很多人 原來沒有這種意識 是沒有這種意識性 都要把不好的 隔開過濾 別人跟我說不好的東西 我怎麼處理 有些教育說不好的東西 怎麼處理 有些問題怎麼處理 有些問題怎麼處理 很多人 不懂得這樣做 不懂得分辨 不懂得分辨 不分辨到這件事 一旦有些什麼事 又發脾氣 那些人真的很壞 教育真的不好 很難 很困難 總是用一種 負面的反應 或者一種情緒的反應 但我總是說 有不好就處理 總有方法 總有方法逐步逐步處理 逐步提升 這是我的信念 也就是聖經所說 神在我身邊有奇妙計劃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日 你已經寫到你的賊上 神你的意念何等 寶貴其騷 何等眾多 神所定的是好意念 不是定不好的意念 這就是我們分辨什麼 律法說話 什麼是恩典的說話 我們對人說 所以 譬如對丈夫 丈夫通常 男性是比較不喜歡 人指她做什麼 就是不要說 你要做些什麼 她不喜歡聽 但她喜歡欣賞 譬如說 你上次這樣對我 我很開心 那她會怎樣 幫我洗衣服 你一做你就很開心 她就會覺得被鼓勵 而不是去提她做什麼 如果你要提她做什麼 可以這樣 我們一起去做 這個方法 我們一起去做 好嗎 一起去做 就舒服一點 因為你也有份 而不是老公去撿垃圾 她覺得好 我們一起去撿垃圾 她覺得有份 亦可以欣賞這個時間 享受這個時間 譬如我每次去洗衣服 她一定是一起洗的 有時她很趕 說你快點去做 她也說 讓我陪你一會 因為她看 一起洗碗 是一個陪伴的時間 所以你也可以 跟你的丈夫說 一起去做什麼 當然她願意才行 她不願意 有些說話 你影響不到她 但是 就算一起做 她也未必喜歡 有些丈夫來說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欣賞她 欣賞她 她歡喜的事 我們都會表達歡喜 她會開心些 這些是多數人會接立的事 我們只要留意 哪些是多數人會接立的事 作詞詞曲 李宗盛